監視器畫面中 男子走向路中央的護欄 隨即拿出電鋸開始動工 嫌疑男子徒步到那個路段 將那個護欄剪斷之後拿走了 事件就發生在大陸廣東 而重新裝回護欄後沒幾天 男子竟然再度出沒 被大陸警方直接抓獲 該名嫌疑人是因為 他的妻子需要到馬路對面去擺盪 因為加裝隔離護欄之後 導致他要多走兩三百米的路程 他覺得因為這件事 就導致了他妻子更辛苦了 所以他覺得把護欄剪了 可以方便他妻子通行 因為不希望老婆 賣麻辣烫食繞遠路 男子不惜犯法剪斷護欄 護欺狂魔的行徑引發網友 熱烈討論 表示寵妻是寵了 但感覺方法不太對 他妻子是不知道的 他妻子一直不相信 是老公去剪的 警方表示男子是一名汽車維修工 要拒掉護欄 事輕而易舉 目前已經因為破壞公務 被處以十天拘留 記者唐玄不倒